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百四Q&A 我是爸倆 今天的挑選攻略要教大家挑什麼呢 那就是茶雞囉 今天呢我們就請到我們的 Do-up 軟裝設計師伯伯 來跟我們分享怎麼挑選茶雞 我們歡迎伯伯 大家好我是Do-up 的伯伯 伯伯其實經歷這個軟裝設計 是大概已經有五年的經驗了 相信他今天一定可以給大家 關於茶雞挑選的小片包囉 節目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喔 我們每個星期五下午點鐘 固定商片提供更多裝修小知識給你喔 通常茶雞啊在家裡面 我們都會說它很像是一個 客廳的心臟 那茶雞它在歐洲啊 我們之所以會稱之它為叫 Coffee Table 是因為它其實以前是拿來放咖啡的 那有些呢在中國來說 或是亞洲來說會叫它茶雞 是因為我們喝茶的時候 會放那個茶杯 現在很多人客廳的功能性有差很多 比方說有人喜歡運動 那就會把茶雞移開 或者是有人覺得 欸我今天可能要在客廳裡面吃飯 那我們就會挑選比較功能型的茶雞 所以其實茶雞的款式有非常多種 就想要進入重點了啦 客廳空間跟茶雞之間的關係 還有那個比例的拿捏 我想應該很重要 這邊請寶貝跟我們分享 通常我們會建議大家 就是你的沙發的尺寸 其實要挑的時候啊 你的茶雞不要讓它就是小於三分之一 因為它在比例上 視覺上如果太小 它可能就會消失 然後功能上也會不見 那我們通常如果大的話 也不要超過二分之一 那常常遇到如果大瓶數比較大 它可能遇到L型沙發 L型沙發你在茶雞上的搭配 應該要怎麼抓 通常L型沙發啊 它的尺寸都會特別大 所以差不多會落在兩百六 然後到三百二這之間 那我們的茶雞呢 也會去挑選 比方說它是八十公分到一百公分左右 但如果你會需要它有錯落性的功能 那就會建議你搭配的就是 它一個大一個小的這種搭配組合 明白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茶雞的高度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關聯呢 它怎麼樣的一個高度 比較可以符合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通常一般市面上的茶雞 大概都會落在四十公分左右 其實大家可以去記得就是四十公分左右的尺寸 大概是落在膝蓋的上下 那我們為什麼會說它這樣的尺寸會比較好 是因為它在放的時候 它可以比較好的去做放置的動作 如果它太高它就會像一般的桌子 沙發跟茶雞之間的這個動線 這個距離我們是不是也要掌握一下 對 我們通常會建議大家 我們的沙發跟茶雞 它的間距可以抓大概三十五公分左右 原因是因為它要站起來 或者是它要在這個小小的通道上 一個人走動都還算可以的一個距離 明白 接下來要進一步了 我們已經了解了整個尺寸外形之後 接下來要講 這個茶雞的形狀該怎麼挑選 到底是要挑長型好呢 還是圓型好 我們一般會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你的家裡面想要有比較 莊重的感覺 或者是比較嚴謹的感覺 那一般在挑茶雞的時候可以挑矩形的 但如果你家呢空間比較小 然後你的空間範圍裡面 你希望它就是比較柔和 那就會推薦你挑圓形 或是橢圓形的茶雞 你的空間有可能會挑選到 就是這種軟墊的沙發 或者是那種有造型 像很流行那種弧度的沙發 我就會比較推薦 你可以挑圓弧形的 因為它會跟著它的沙發的線條 走跟空間的線條去走動 那這樣會讓整體的空間 比較圓潤跟舒適 那通常呢我們在空間中啊 如果你的客廳是L型或者是M型 我一般就會建議 它可能是偏橘形 或是正方形的茶雞 原因是因為L型或是M型 它其實有時候兩側會做人 那如果你是圓形呢 它通常就是它能放的功能的 那個面積就會比較少 所以一般我們就會建議 它可以挑橘形的 好奇問一個 現在流行橢圓啊 那個要歸哪一種 橢圓要歸圓形 因為它的角角收邊進去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放東西了 再來就是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茶雞也會有一些 材質上的顏色選擇啦 這個顏色是不是也有一些 比較好選擇的一個方向呢 通常空間中啊 如果是淺色的茶雞 它會讓整體看起來比較大 如果你的空間相對來說 是比較小的 我們就會一般建議 你在淺色的空間裡面 你就挑的茶雞 可以是以淺色的為主 我們一般都會在挑選上面 很多客人都會有問題說 那我在挑的時候都是淺色 我要怎麼挑 一般我們會建議大家 就是你的顏色 不要都一模一樣 比方說有些人會誤以為說 我挑白色沙發 就挑一個白色的茶雞 我們一般會建議你在色調上 可以有一點落差 比方說它可能是米白 那它可能它的茶雞 就可以調灰白色 讓它跟其他的家具搭配起來的時候 有一點視覺顏色的落差 明白 其實這些都是技巧喔 都應該要學到 再來跟我們聊一聊關 如果你今天選深色茶雞的部分 通常啊 如果你選深色的茶雞 在客廳裡面的時候 它的彩光會看起來比較暗 那我們一般為什麼會挑深色茶雞呢 可能是因為你覺得這個空間中 它不夠有個性 或者是你希望它的視覺 可以更加的對比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去挑選 就是跟你的沙發的顏色 不同的顏色或是材質去跳街 讓它視覺有層次 但是有一些客人他可能會覺得 我怕我挑太多顏色會太混亂 通常有一些人就會說 為什麼軟裝師或是夾配師 都選棕色 中性色 原因是因為它跟任何的顏色 都比較好連結 也就是灰階 或者是咖啡色階 在使用面上啊 是不是一定有比較好的材質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因為我相信每個人針對茶雞的使用功能不一樣 有的人就是有小朋友啊 會有在上面畫畫 有人會在上面吃飯 甚至呢也會有人覺得說 茶雞對我來講是一個裝飾的概念 那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材質怎麼挑選呢 那通常呢 我們一般在就是客廳中挑選那個茶雞的時候啊 我們會問到就是客戶他的一個功能上的使用 比方說像有一些家庭 他會習慣在茶雞上面吃飯吃晚餐 那我們就會問他說那如果你很習慣吃一些有油水的湯的 那我們可能就會挑選像 陶版或者是美奈版這種好清潔的 但如果呢 他可能是有時候只是單純放茶杯 或者是喝酒 那他可能可以去調原木材質也是可行的 因為他可能滴到一點點水擦拭掉就可以 那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他的茶雞只放裝飾物件 比方說有些人喜歡在茶雞上面可能放花瓶 或者是放一些小擺件 那你可能不常會去有使用上的功能需求 你就可以挑選偏玻璃的材質 因為玻璃他看起來其實很光亮然後透光 所以你會看起來覺得很舒服 但是他如果很常使用的話上面就會有很多指紋 所以我們通常是裝飾性偏高的時候再去選擇是偏玻璃的材質 那現在其實有蠻多複合式的茶雞 以及組合式的茶雞 像這樣的商品在空間中真的實用嗎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看個人功能性 比方說在小空間現在很多的就是房子的客廳都很小 所以如果你去挑那種很大的茶雞 對於他來說是蠻厚重的 所以我們就會推薦他如果他是小空間的話 他可以選機能性或是有上下錯位大小的茶雞 可以舉例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 組合式茶雞跟制式型的茶雞 他靈活性到底差在哪邊 組合性的茶雞現在其實有很多 他其實有那種可以升降的 或者是他可以拆開來去做使用的 那升降型的他就會比較偏向就是他裡面會有五金零件 有時候他就是一般的茶雞 那我們有看過他可能升降起來變電腦桌 或者是吃飯 那我們還有一些是升降型 像變馬將桌也有 所以升降型的他其實大多就是有五金結構的部分 那如果他是單純就是茶雞組合式 他就是兩張一大一小的桌子做區分 明白好奇的問一下 現在還有那種茶雞底下有抽屜嗎 就是屬於有收納功能的茶雞 也有 有推這樣的商品嗎 我們通常推他的話 都是因為客人在客廳上面的功能需求很多 比方說我們碰過有一些客人 他喜歡在客廳裡面假日就一直看電影 然後吃零食 那他就會適合有抽屜式的 那有一些客人呢沒有 他單純在客廳中他的需求只是休息 然後不會一直看電視 或是有看電影的需求 那他的茶雞就比較不會有收納空間 明白 那我相信現在大家其實也會選擇 就是客廳前沒有茶雞啦 那針對這樣的一個沒有茶雞的客廳 你覺得是適合什麼樣的主群 我們通常如果是他真的沒有茶雞的話 第一個消費的消費族群大多就是他要生小孩了 或者是他家有大概幼稚園大小的小孩子的年齡層 可能會在家裡互動 原因是因為他可能會在這邊跑跳 那還有呢一些新生兒 他可能剛出生 有可能就會在前方有一個地毯 就可以在上面做包尿布啊等等 他就會去掉那個茶雞的功能 那有另外一塊就是非常愛寵物的毛小孩族群 有可能他在客廳中放了茶雞 對於他使用功能不大 他就會把茶雞收起來 在客廳放一些什麼貓跳台啊 或是寵物的用品 然後讓寵物在這邊互動 對那第三個客群呢就是會運動的 他有可能他很常在客廳裡面做瑜伽 或是是健身 他會很常覺得那個茶雞很定地 所以他就可能也不挑茶雞 對那最後一個我覺得 比較常見現在的客群就是 他可能會很常假日約朋友來聚餐 所以他的客廳會需要有很大的空間 讓朋友去做 有可能放一張地毯 讓朋友來坐在地毯上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也不會有茶雞的需求 那通常小坪樹呢 我們一般就會建議他 可能中間就是完全沒有放大型的茶雞 旁邊只放一些小邊機 他有可能放飲料或是手搖杯 所以他就可以要使用的時候再推出來 不用的時候再推回去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有可能他會在家裡有辦公需求 或者是他家稍微大一點點的 那我們就會建議他在附近 客廳的旁邊放的那種餐桌型 他可以在上面用餐或者是工作 那他的客廳就保持乾淨跟空曠的狀態 明白所以針對剛剛裴裴說的這上面 如果你是這四種族群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大膽不選茶雞啦 反而把客廳空出來了 對 今天真的很謝謝DoApp的裴裴呢 來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挑選茶雞的技巧 你學到了嗎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呢 對於挑茶雞有更多的想法囉 那也歡迎呢 大家如果對DoApp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看我們的IG 臉書 或是YouTube 來看一些就是軟裝的布置分享 謝謝裴裴 那我們一百獅子Q&A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